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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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一样的胡子老师希望你赐给每个小朋友聪明和智慧 让他们不管是在家学习或在学校学习都能够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知识 那我们在这边讲的圣经也求主耶稣让这些经文啊圣经的故事成为小朋友一生中永远的帮助 我们也为台湾祷告希望疫情快快过去 把那个疫情对我们的影响降到最低 然后尽快能恢复正常的生活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小朋友今天我们的圣经故事是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到四十七节 主题是我们是一家人 那老师会多讲一点前面的故事 让你们可以比较能够了解 有空的话也可以请把我妈翻这个圣经故事使徒行传第二章 给你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以后 是到了五旬节的时候 其实这个礼拜就是五旬节了 五旬节原本就是在旧约时代是纪念丰收的日子 但是从这一天以后呢也就成为了纪念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的日子 因为这是耶稣被节升天之后第一次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 当门徒都聚在一起的时候天上忽然有很大很大的声响 像风一样吹过这些门徒 然后呢好像有舌头像火一样的降在这些门徒的身上 这时候这些门徒呢就开始说起各国的语言 也就是方言 什么叫做方言呢 就是一个地方的语言 像广东有广东话 台湾有台湾话 然后一个国家里面有不同地区的语言 就叫方言 那他们呢就开始说起各地的方言 并不是他们本来就会说 是他们都没有学过这些语言 但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开始会说了这个各个地方的 犹太各个地方的语言了 那在那个时候呢 有很多犹太人呢 从到处都来到耶路撒冷 各个不同的地方 他们听到天上的这个声音呢 就聚集过来 就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就一来这边呢 就看到了这些门徒啊 就在说方言 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啊 诶 这不是我家乡的语言吗 这些人怎么会说这些话呢 我想他们大概是喝醉酒了吧 有些人喝醉酒以后啊 会胡言乱语乱七八糟 一直不停地说一些奇怪的话 搞得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所以这些犹太人以为 门徒呢 使徒都是这样子喝醉了 是不是喝醉酒了乱讲话 结果其实不是啊 原来是圣灵降在这些门徒的身上 他们会说了方言啊 那这个时候彼得就说了 其实你们以为我们是喝醉酒 但是不是哦 是因为圣灵的关系 然后呢 他把圣经上预言 圣灵要浇灌众人 还有耶稣被定一十字架 死而复活 以及他的救恩 都跟这些犹太人说了 然后呢 跟他们讲 他们应该要悔改 来相信耶稣 那那些犹太人听了彼得说的这些呢 就非常感动 那就想说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彼得就告诉他们 他们应该受洗 归在神的名下 小朋友们知道 那天有多少人受洗吗 使徒行传这边告诉我们 大概有三千个人 三千个 很多耶小朋友 受洗以后呢 他们就很开心 一起祷告 一起剥饼 然后很多人 把自己家里的东西也卖了 房子卖了 地也卖了 吃的东西都一起拿到圣殿 来跟门徒一起分享 开开心心的 像一家人一样 不分你我 那小朋友可能会问 怎么叫做一家人呢 他们又不是同一个爸爸妈妈生的 那事实上呢 我们受洗以后 我们就都是上帝的儿女了 对不对 所以在教会 小朋友会听到 人家大人会说 弟兄姐妹们平安 就是以弟兄和姐妹来称呼对方 所以我们事实上 在神里面 是一家人的 那因为这样子呢 很开心 所以呢 神就赐福给他们 让他们得救的人 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一边 小朋友看看老师画的这张图是什么呢 对了 就是台北101 这个101里面有一个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教会 对不对 小朋友每次都在52楼聚会 那 教会里面有谁呢 你看有牧师 有职师 有长老 有童工 有主日学老师 还有你的同学 还有同学的爸爸妈妈 那听了今天的故事以后呢 你们就都要知道 其实你在教会里看到的这些人呢 都是像家人一样 那神教我们呢 跟家人要彼此相爱 要能够分享 知道了吗 所以今天的圣经故事其实就在教导我们这些东西 希望小朋友能够学到 好不好 那后面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请到信佐老师呢 帮我们示范一下 这一周的这一个劳作 平常在主日学里面做的劳作 那这一次呢 是有一些小朋友手牵手的一个劳作 那你们可以自己画上他们的脸 很有趣哦 那我们现在来把时间交给信佐老师 然后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结束了 祝福你们 希望你们都平安 也求神祝福台湾 希望台湾的疫情尽快过去 拜拜 亲爱的小朋友 我们信耶稣的人聚在一起赞美 敬拜上帝 又因为所有人都信耶稣 爱耶稣 所以愿意把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 你来教会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都爱耶稣 因为我们有爱耶稣的心 所以我们聚集在教会里 赞美 敬拜上帝 爱耶稣的人 都是耶稣的家人 作为耶稣的家人 我们要彼此相爱 彼此分享哦 我们今天的首作呢 就是要将你朋友的照片哦 你的朋友照片 把它粘贴在学生本 这六个小朋友的脸上 然后手的部分 手的部分 就要用双脚钉 来连结 所以我们要准备五个双脚钉哦 五个 五个双脚钉 还有这个打动器 来打动 他的双手 打动 好 那手的部分用双脚钉 做连结之后呢 就成为彼此牵手的家人 了解吗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动手做哦 那如果你没有照片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签字笔 在这六个人形图图案上 在他们的脸部 画出你在教会里面 儿童主旨学里面的朋友 或者是你班上的朋友 他们的脸部表情 你都可以用画的 也OK哦 那我们一起动手来做吧 完成咯 你们看 这是信泽老师 在教会里面的朋友哦 我帮他们 每一个啊 每一个人的脸上啊 都画可爱的表情 这就是我的朋友哦 那你的朋友呢 画完了吗 完成了吗 好 那我们就一起 将耶稣的家人双手打开 打开之后 我们一起说 我们都是耶稣的家人 好吗 好 预备 开始 我们都是耶稣的家人 我们下期待 那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